我们还出台一系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扩大贷款总量 优化信贷结构 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阵型规划 我们抓住机翼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制定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的调整和阵型规划 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 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采取有利措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生产力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支持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调整产品结构 开发市销对路的产品 提高生产经营水平 我们不断完善和落实金融支持政策 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放宽市场准用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四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特别是16个重大专项 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 为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 创造新的社会需求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 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商保险金的标准 提高城乡低保 农村无保等保障水平 提高有福对象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资金 投入增幅 将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幅 我们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 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预计三年内各级政府将为此投入8500亿元 我们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 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 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结构 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特别是出台了促进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 前方百计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总的看 这些重大政策措施 注重标本监制 远近结合 综合协调相互促进 把扩大国内需求 调整振兴产业 推进科技创新 加强社会保障 结合起来 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 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 对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共同应对危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 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经过努力 在战胜两场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同时 2008年 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 粮食连续五年丰收 总产量达到5.28亿吨 城镇新增就业 1113万人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银行体系流动性和信贷资产质量 保持在交好的水平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有利于提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信心 有利于减缓国际金融危机扩散蔓延的趋势 有利于增加中国的进口和对外投资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士们 先生们 中国经济 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虑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 由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 即使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我们制定并实施的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中 是较高速度的增长 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没有改变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发 我们建立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 劳动力资源丰富 素质较高 成本较低 国家财政收支状况良好 金融体系稳健 社会资金充裕 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最后质的能力